记者会那么移师到台南去举行 那么我想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 这个沈大老也有意见 因为是台南的相亲 马英九到台南去发表 三周年的记者招待会 是非常对的 而且他去的地方 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借校舍上课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的校舍通通被炸毁了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那马英九去了那个地方 当然表示他对南部的重视 就是南北要平衡 不能说中北侵南 而且我甚至不排除 将来选举总部正式成立的时候 马英九不会设在台北 恐怕设在台中 设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他昨天 今天所提出的主轴 主权 人权 环境权 这声音听起来好熟悉 是民进党讲的嘛 所以他完全100% 用了民进党的主张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你到南部去讲主权 人权 环境权 人没人听不懂 爱说在地人的画 爱说乡亲的画 所以我骂你的幕僚 你要把自己看成南部人嘛 那南部人要说这就是怎么说 你讲世代正义 也听不懂 因为现在是什么走投足 新世代 然后呢 现在马英九动不动就是正义 地区正义 住宅正义 一切都是正义 justice嘛 这个正义也是民进党 这个一段时间这样说的 你借人的嘴说 这样说南部人也听不懂 所以我再举一个比较深重的例子 马英九说我ECFA签百几件啦 你说我亲中卖台 哪一案哪一件是亲中 哪一案是卖台 这不对 南部人认为你卖台 不是哪个案子签的内容 白纸还是看出来的 他们是认为你的态度 你的倾向 你最后心里头想要什么 是这个东西 他南部人把它看成是外人嘛 就是说有一天如果台湾掉了 丢了给对方拿去了 马英九你会掉眼泪吗 马英九你会伤心嘛 你要从那个角度去讲才对啦 所以今天要稍微卖一下 当然这个往南部走 往南部去开会 这是对的 要让在地人的口气 应该怎么觉得 国民党不是说在地话 不是 马英九没有问我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告诉你啊 可是创下 今天除了刚刚这个沈大佬 所谈到的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回应 民进党的主张 所以他把这个主题定位在 主权人权环境权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其实也有在谈九二共事 看得出来好像又是在 回击这个蔡英文的罩门 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说其实马英九 他现在真正的一个落后的地方 是20岁到40岁之间 哦 讲实话 到我这个虽然已经过了一点点了 我们都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 是 所以他能够主攻 20岁到40岁的时候 他在强调这一个 他就陷入了民进党 为他设定的框架 打赌局 与庄家对赌必输 他其实就跳开 他要回到20岁到40岁 不在乎这件事 所以他 当然他回到南部 是因为中南部 这个意识比较强 可是马英九真正的主题 当民进党一直在谈这些的时候 他现在最输的是20岁到40岁 所以20岁到40岁 已经对这样的两岸的问题 统獨了意见 他们自有定见 也不会再随着过去的 历史渊源在走的时候 马英九不需要跟着蔡英文的 指挥棒起舞 是好那我很快的请教大家 这个声望的变化 我们刚刚讲到了 就是说其实马英九呢 他上来了 上来到45的这个百分点 都是满意的 但是呢这个里面 有41%其实还是表示 不太满意的 我们平心而论 这马总统到底做得好 还是不好呢 如果做得够好 那不满意 这个41的比例 会不会又偏高呢 林委员 其实我看了他这个民调出来 我反而对马英九放心 因为他对他最不利的就是 说危机处理慢半拍嘛 另外我就讲说 他市政所谓的这个破例不足啦 这些 我跟你讲 马英九现在就在 往这个方面做调整啦 你会不会发现 他现在处理问题的速度是加快 而且是面对的 国光时报只是个开始而已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这些问题 我觉得他容易处理 不可能所有表现不好的地方 都可以逆转 譬如说房价的问题 我认为要收到很大的效果很难 你最多能够止滑而已 时政破例我刚讲 你就一道事情的时候 马英九你不要还认为 是什么双手掌制 就是总统制啦 人家看了就总统 就要挑到第一线 他只要每次速度快 跑到第一线 人家就认为 他处理危机的能力 有改善 另外他讲到一个两岸关系软弱 各位可以放心啦 他下边这个选举的这段期间 他在两岸关系上 态度会变得很强 会变强 因为前面走软的这一信 这个软调已经走完了 够了 ECFA这些都签了 后面这个他就是硬碰硬 你看这次像这个WHA WHO的这个问题 马英九讲话批评中共是很凶的啦 所以如果他真正 人民认为他表现不好的地方的话 那我觉得我放心 不过我想讲一个 因为刚刚毅宏问富雄说 那他应该谈什么到台南 我就在台南不要讲理啦 因为台南最重要的问题 是在族权问题方面啦 他就要讲情 叫南轩所讲的 他缺乏那个情 因为他讲他WHA的经验嘛 就讲我小时候在WHA长大了 我觉得WHA跟台南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我对我来到台南 我觉得很熟悉 因为我是WHA人 因此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台南人 就是这样而已 好 最后一位金网豆 马上会来吃吃鸡鸡鸡 第二个小时